所以最近的疫情感觉起来又再度延烧 确诊者每日的增加 民众都很多的恐慌以及不安 可是我们却非常失望的是 上从中央到地方 感觉起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防疫政策 请问你知道现在防疫的规定细节是什么吗 说真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陈时中呢 他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甚至呢 有点踢皮球 把责任都丢给民众来处理 之前呢 疫情严重 陈时中怎么说 叫你自主管理呀 你是成年人了 自己想办法 结果呢 后来的疫情大爆发 周遇寇事件发生完之后 陈时中马上推给庄人祥 听大家说 啊是庄人祥处理的啦 但是一般民众不可以这样做哦 因为绿能 你不能 这个从庄压就非常严重的双标 让民众无所适从 三加四当然是一个大方向 但是这么急的 从之前的十加七变为三加四 是否会有实际上操作的问题和困难 很明显的 陈时中也没跟大家说 没有完整的SOP 等于就是把全台湾 全中华民国的民众 来当做白老鼠来实验 无论这种做法 真的需要再三思量 再来我们身为台北市议员 回到了地方上 也看到了柯文哲 感觉起来呢 是不是也在为年底的先市首长 为了黄珊珊 以及民众长的未来 在努力 很多政策也是讲的不清不楚啊 说什么 5月7号可能会到达每天人数破万人的高峰 所以呢 有可能会要类封城 软性封城 那请问一下 现在我们台北市所有的活动 有取消有禁止吗 母亲节的活动照办 去年大爆发的时候 就是母亲节过完的时候 今年同样碰到同样的时间 可是柯文哲的态度 一样 民众自己决定 里长自己决定 通通将责任交给下属单位来决定 做错事怎么办 苦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所以我才说 大家真的都很辛苦了 大家都非常自律 这么多年来 一直的努力 让台湾的疫情变得这么好 变得这么稳定 可是我们也真的非常希望 中央 我们指挥中心 陈时中指挥官 以及我们地方上 不管是柯文哲市长 还是黄珊珊副市长 都能够拿出肩膀来 将所有防疫的规定 讲得清楚 说得明白 让我们所有的民众 都能够遵循 不要出错 我认为 对我们整个防疫的环境 跟大方向 才是有好的进步 最后还是这样 也祝大家一定要皮肝 也希望大家在外来每一天 能够的尽量扫出门 亲戚手 戴口罩 自己的健康 才是最大的财富跟保障